現在每天都要配戴口罩 有不少女士擔心長期戴口罩會引發皮膚的問題 但原來最容易導致皮膚病的 是我們的化妝品和上妝用品 澳洲一名女士為了出席女女的畢業禮 竟然用想20年前買的折毛膏 結果眼睛受到嚴重感染 卻會永久失明 有執業眼科醫生表示 每隔幾個月便會有人因使用過期的眼部化妝品 導致眼部發炎的求診個案 根據英國阿斯頓大學的醫學報告 研究467件不同類型的化妝品 發現超過五成以上開封後的化妝品 含有會令皮膚發炎、敏感的金黃葡萄球菌和真菌 到底有甚麼方法可以避免化妝品帶有這些細菌呢? Kitty 是港澳兩地的專業化妝師 亦曾為本地不少廣告、MV、電影等拍攝 擔任化妝造型的工作 Hello Kitty 我想問我們平時怎麼可以避免細菌 在我們的化妝用品滋生呢? 開封的化妝品護膚品 最好在期限之內要用完它 每次使用化妝品護膚品之前 最好就是先洗乾淨的手 因為我們手上有很多細菌 很多時候直接用化妝品來使用 就會令它滋生細菌 剛才你有提到要留意開封期限 那怎樣可以判斷開封期限呢? 其實我們每支產品後面都會有寫明的 例如這個寫著12M 即是開封後12個月內就要用它了 那我們的化妝用具應該多久去清洗一次才是最正確呢? 如果你每天化妝的話 我建議你也是要一個星期洗一次 有一些殘留的化妝品 又或者我們臉上的皮脂漏了在這裡 就更加容易引起敏感性或者暗粒的問題 想問我們平時的上妝工具應該怎樣去洗才是最乾淨的呢? 其實一些沒有香料的選擇 其實都可以用來洗掃的 完全弄濕它 然後你直接可以在一個掃上面打圈 你看見到嗎?已經出來了 但是洗的時候記得除了面頭也要洗的時候 你可以用手指輕輕地推一推去 其實因為裡面的都會很髒的 推一推去之後就可以洗在裡面 其實90度酒精直接就可以噴在掃上 然後你可以在毛巾上擦掉化妝品 但如果你的掃是動物毛 那就不建議你經常用 因為它會破壞那些毛的組織 很多女生可能就不記得了 吃完東西要抹了嘴再補妝 就直接補了唇膏上去 食物的油或殘渣味道 都會黏在唇膏上面 所以我建議就是 譬如你每次使用之前 你可以用紙巾輕輕地抹一抹 唇膏面先 抹走那些髒東西再用 不如最後教我們怎樣去保存 我們的化妝品和保養品是最好的呢? 開了封之後就不要放在窗台 讓陽光直接照射 我們最好就不要放在洗手間 因為洗手間的環境始終比較潮濕 化妝品是女士們經常接觸到的一物 而且還可以用在我們臉上 所以更加要適當保存 看見了